匈奴先被突厥气单 这些游牧民族都是从哪来的? 又到哪去了? 这期就是游牧民族兴替史 第一个肯定是匈奴吧 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 匈奴的壮大不是在大漠草原 那地方气候太差 真正兴起是在内蒙古阴山隐南 也就是河套地区 这块地儿你想种地不容易 中原王朝没法移民过去把它彻底控制住 游牧反而很合适 比大漠草原强多了 从此河套地区就是游牧民族和中原争夺的焦点 匈奴是从哪来的? 这事已经不可能搞明白了 他们自己没有文字也就没有历史 是什么人种也不重要 因为游牧民族本来也不重视血缘 一向是混血、混居 可以肯定主体也是皇主人 在咱们的史料里 最早是把游牧民族都叫胡人 所以才有赵武灵王的胡夫骑设嘛 战国中后期匈奴已经比较强生了 赵国李牧在山西北部打败了匈奴 秦始皇那会儿蒙田又把匈奴彻底赶出河套地区 秦朝覆面 六邦西汉开国 草原也出了一个英雄人物 墨独蝉羽 两边在山西大同打了一仗 这就是白灯之危 从此也拉开了汉兄百年战争 后面屡后文帝景帝 对匈奴一直采取核心政策 直到汉武帝被击匈奴 为情祸聚病收复阴山 把匈奴赶到大漠一倍 漠北的生存条件就太艰苦了 匈奴内乱分裂成南北二部 北匈奴一直跟大汉为敌 西汉的时候被陈汤虽远避诛 东汉的时候又被窦县彻底打垮 从此向西迁移 南匈奴向大汉称臣 西汉汉玄帝也就是刘兵义 把他们封到河套地区 此后二百多年 南匈奴对西汉东汉还算挺忠诚 三国期间也没闹出什么乱子 直到西晋巴王之乱 匈奴人刘渊在山西建立匈奴汉国 造了西晋的反 几年之后更是灭亡西晋在北方称霸 这是匈奴人对整个中国历史进程 影响最大的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其实在这之前 匈奴人就早已经高度汉化了 这也是所有游牧民族的宿命 游牧和农耕的差异是因为生产方式不同 在大漠草原上 地方虽然大 水草却很分散 主要是沙漠 需要长距离迁徙游牧 居无定所 就算你是大蝉鱼 人在哪你都掌握不到 怎么进行有效管理呢 只能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制 更谈不上什么法律行政体系 但是游牧民族一旦进入河套地区 尤其是在山西北部扎住脚 那就会变成一种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方式 因为水草资源更集中了 不用养老到处跑了 很多人也开始种地了 生活方式变了 游牧民族当然就会主动接受 中原农耕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念 尤其是贵族领袖们 更会率先学汉字读汉书 以薄烂京师子籍为荣 不管是因为真心喜欢 还是为了学习先进的管理方式 或者只是虚荣心作祟 最终都会带领全族人民融合汉化 比如刚才说的那个称霸北方的匈奴汉国 很快就陷入内斗分裂 被后兆取代 此后除了短命的胡夏 匈奴再也没搞出什么动静 不到百年时间 在史书上就已经找不到匈奴人了 都变成了汉人 而远远在这之前 另一个游牧民族就已经兴起 这就是仙卑 现在认为仙卑的祖先是东湖 当年匈奴崛起的时候 他们被赶到了东北 东汉后期北匈奴被打跑 草原出现了全力真空 仙卑就控制了整个大摩草原 主要棋息地还是东北 咱们现在统成的北方游牧民族 其实经常是分成两部分 大摩草原是妥妥的游牧民族 在东北的按细分 应该算是渔猎民族 东北山林多嘛 适合打猎 他们人数更少 但是战斗力更强 你看啊 游牧民族是骑马厉害 渔猎不光是骑马 从小就得在山林里射猎 射得着有的是射不着饿死 那肯定是骑射高潮啊 所以后来有那么句话嘛 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在三国后起 鲜卑被曹魏和习近收拾了几次 向中原王朝撑禅浪 习近跟匈奴汉国决战的那些年 鲜卑一直是帮着晋朝打匈奴的 等到燃敏瓦解了后兆 中原一片大乱 鲜卑慕容部终于从东北南下逐鹿中原 之后慕容鲜卑建立的前沿和后沿 都占据过半个北方 五湖十六国鲜卑就占了五个 最后统一北方建立北朝的北威 也是鲜卑的政权 这是鲜卑的鼎盛时期 北威的统治重心一直向南移 冯太后北威校园帝又进行了全面汉化 这会儿的鲜卑就不能再算是游牧民族了 鲜卑人南下草原也就空出来了 又一个游牧民族柔然崛起 这个柔然的祖先 主要就是以前的匈奴残暴 他的时间不算短 但是影响力不太大 成田就是跟北威四合 花木兰从军就是去打柔然的 柔然被北威一通锤 摔落了 下一个兴起的就是大明定的突厥 这突厥要是往前找 主题也是匈奴的后代 一开始他是给柔然做小弟 一看大哥不行了 反过来联合中原王朝要了柔然的命 从此在草原做大 其实到这儿就可以总结出来 北方游牧民族的兴体规律了 他们跟中原王朝作战 不论是输是赢 都会让出草原霸权 给新的部族留下空间 那这是为什么呢 你想啊如果打输了 要么就是像柔然一样被打废了 控制不住草原了 或者是像北匈奴一样被打跑了 草原变成真空 另一个选项呢就像南匈奴那样 归附中原王朝 朝廷呢总会把他们安置在核桃地区 让他们拱卫边疆 有了核桃谁还愿意在大漠草原上待着呀 他们就会迅速集中到核桃地区 失去草原 如果打赢了呢那他就更会南下了 像鲜碑一样汉化的也会更快 而草原上总还会剩下很多人 再过个百八十年一个新的大部族就要崛起了 这也是为什么中原王朝一直没法控制住大漠草原 太冷了 游牧民族都不愿意在那待着 你发动中原百姓到那种田当兵那不可能吧 咱们看看以后的游牧民族交替是不是按照这个规律啊 这回的突厥一开始运气不错 赶上北朝分裂成东西 跟南朝加在一起三国大战 他们都拉拢突厥 给他很大面子给了不少好处 突厥也趁势占据了整个北方草原 但是突厥他自己觉得挺牛 实力也就那么回事 等到杨坚统一了北方建立了隋 哭哭哭就跟突厥一通锤啊 隋莫天下大乱 突厥又抖起来了 等李世民上来又是一通锤 突厥自己又分裂成东西 东突厥详详盼盼 最终被锤进大唐 西突厥被锤碎在西域 那按照规律又该有一个新的民族崛起了 这个就是回河 后来改名叫回湖 早先回湖是跟着大唐打突厥的 灭了突厥 位子又该轮到他做了 这回湖跟大唐总体还是挺友好的 打的仗不多 安史之乱的时候还帮着大唐平定叛军 但是他自己治理水平不行 在北方被人灭了国 一部分人西迁 这些人对西部的影响非常大 另一部分是南前 先是跟大唐比活两下打了几仗 很快就被灭了 这部分人也都融入到中原 柔然突厥回湖 他们仨对中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肯定比不了鲜卑 跟匈奴都有很大差距 圣唐时期真正能跟中原叫板的是吐蕃 但吐蕃不是游牧民族 主要还是冬庚 而且是在青藏高原 不在北方草原 下一个草原霸主就不一样了 东北人又该崛起了 这就是契丹 肖峰的那个 契丹其实就是上一个东北王先碑 留下的残部 在武则天时期 就曾经跟大唐发生过冲突 那会儿他人马不多 但是已经能看出来战斗力超强 初出茅庐的契丹 先是被大唐突厥联手打服 等到晚唐 草原是空了 中原王朝也没能力制约他 契丹也就壮大了 这会儿他又赶上一个机会 唐梦五代世国天下打乱 契丹英主耶律阿宝基 也建立了一个辽国 后面的事儿大家都听过了 史敬堂把燕云十六州给了辽国 这个事儿对契丹就太重要了 燕云十六州 就等于是东北游牧民族的核桃地区 有了这片地儿 他们就不在东北待着了 慢慢的集中到燕山以南 也就是现在的河北 而且东北的游牧民族 他们有一个特点 从鲜碑那会儿就自认是华夏一支 我们也是炎黄子孙的 东北的南部 也就是辽宁沿海这一片 就算以古代的条件 勉强也能农耕 一直有人种地 比起草原 东北游牧民族 跟中原的关系也更密切 汉化程度也更高 所以参与中原争霸也更容易 像耶律阿宝基 就是饱读师叔的 在齐南大力推动汉化 规定其他人都得有一个汉族名字 他自己取名刘毅 因为特别崇拜刘邦 又让他的众臣和皇后一族都姓萧 就是以萧河为榜样 咱们都知道有个大辽萧太后 萧艳艳 其实辽朝 基本所有的皇后都姓萧 就是从这来的 齐丹离开了东北 在黑龙江 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又强大了 一代英主完颜阿古达 称霸草原 建立了金国 他们也是南下 把齐丹的辽给灭了 顺手又灭了北宋 这就是靖康之难 金国后面的发展 就跟辽是一样的 迅速汉化 而且在中国历史上 中华一统这个概念 就是金国最先提出来的 但是金国昏君出的更早更快 又搞内斗分裂 对草原也失去控制 蒙古就这样崛起了 其实蒙古帝国能这么不可阻挡 一个是铁木针确实是凶财大略 另一个是中原王朝 对他完全没有制衡能力 这时候的中原是今夏南宋共存 本来实力就分散了 而且又正好赶上三家都在走下半路 都没什么进去心 连仗都很少打 你好歹打仗也能保持一点战斗力 蒙古南夏先后灭了夏、金和南宋 忽必烈建立了元朝 但是这个蒙元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离开了草原 迅速失去了战斗力 第二个是汉化的又很不彻底 皇室贵族还像草原一样斗来斗去 你看他的历史没多少年 杀皇上夺权的事搞出来不少 南方都被起义军占满了 还在那内斗的 其实朱元璋、陈有亮他们 不管谁赢都能北伐成功 从这儿就能看出来 中国大有一统的优势了 各个区域它是轮流崛起 原有的政权不行了 就会有心大、有生命力的取代你 屠龙少年变成龙 总有新人来屠龙 有人要说了 那不还是会变成龙吗 他不得变一会儿吗 其实别管是国家中兴 还是企业二次创业 也都只能这样 你想靠少数有理想伤进的人 直接扭转多数人的惰性 改变体制性的弊端 那是不可能的 你得把这群少数人集中起来 隔绝旧环境的影响 让他们取得成功 再倒闭多数人改变 比如改革开放的深圳 蒙古退回到草原 就没搞出过太大的动静 网上也有人问 之前草原上 游牧民族换来换去 为什么从蒙古之后就再没换过呢 这是因为以前大漠草原上 根本就没有民族认同 其实要往根儿上找 都是匈奴人 但是什么柔然突厥 从来没想过 我要恢复匈奴的荣光 都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新的部族 等到蒙古帝国 它的影响力就太大了 后面草原上什么打打瓦剌 又分出很多部族打来打去 要是按以前 这就又都是新的民族了 但是此后这些部落 都自认是蒙古一支 最后一个崛起的 大家就太熟悉了 东北的满清 满清又是之前女真人的后裔 清朝一统天下之后 对草原上的蒙古各部 也是用了几套组合拳 打击拉拢制衡 效果还不错 更重要的呀 清朝中期以后 经济形态已经从纯农业 发展出一些工商业了 这就让草原跟中原的经济实力 相差更加悬殊 再加上火器的大量使用 又让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大幅缩减 这些都让草原 逐渐变成了中原的一部分 而不再是对立关系 到今天决定生活方式的 完全是工商业 更不存在什么农耕与养殖的区别了